阿羅哈的同學們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好那 這一玩技能掌握一直想要讓我們的銀雷表現機會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的關卡 昨天毒雞在那邊煩他 然後前天被喬媽搶進風頭啦 那今天的話呢 好不好我們就看一下我們的本能秘境啦 因為本能秘境這邊有一個漂浮本能秘境 那裡面應該都是我們的漂浮敵人好不好 那漂浮敵人的話 當然就可以用我們的銀雷登場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銀雷在這關卡的話 表現會是如何 應該就... 比較好那麼一點點了吧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銀雷的威力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好不好 讓他秘一波 昨天都是因為有那個毒鳥啊 那邊讓他那個坦克效果直接大減好不好 因為毒鳥已經是打一個那個 趴數血量傷害嘛 所以坦克的話 根本就是坦克殺手 所以沒什麼太大的用數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關 好不好 秘境試堂超級難 如果用上我們的銀雷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不好讓他秘一下 而且我也很久沒有打這個 秘境關卡了哦 來來來來忘記敵人是誰了沒有關係 我們待會就直接一隻打天下 既然對面全都是漂浮敵人 那交給我們的銀雷絕對沒問題 因為他很夠彈好不好 而且他現在目前滿等又三階 但這邊外面除了我們的鵝鵝以外 還有我們這個破洞鴿子 但是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破洞敵人 我們銀雷都可以直接把鵝給消滅 正常啦 銀雷 帥 好一下一隻沒有問題 不愧是我們的銀雷 來來來 欸沒有欸他沒辦法一下把那個鵝給打死欸 不過他畢竟是一個坦克的存在嘛 可以可以可以 拍一隻長帽幫他就可以了好不好 帥一波帥一波 銀雷這是你表演的空間 不然你就沒有什麼機會了好不好 你只剩這個表演的舞台了 加油加油給你表演 對欸他應該好像要 踢鵝鵝鵝擊下才可以喔 欸欸欸你怎麼被擊退了 喔可以兩下死一隻 兩下死一隻我們那個鵝鵝 那他的生產CT時間其實也還算是 還蠻快的啦 待會又可以再叫下一隻這樣子喔 來來來 開踢開踢 看一下他的坦克程度能不能 制止住 喔又是毒擊鳥 欸 這鳥是真的一文不散欸 喔 他就是不讓我們的表演 欸欸欸欸 欸欸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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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啦好啦好啦 我覺得玩到現在目前這個程度 我覺得 彈跳這種東西 我們還是盡量少做 要不然這樣大家可能會覺得這隻餅乾怎麽..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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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餅乾 這隻貓咪 怎麽會這麽的爛 應該沒有 我們再給他一次機會 我覺得再幫他放幾隻盾盤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完蛋了 最近真的是 忍忍跟跑跑將病人中毒 這隻餅乾 這隻貓貓啦 我的天吶 到底怎麽了哲平 太想要玩將病人王國了喔 最近將病人王國真的是很可愛欸 大家如果有玩的話 如果還沒玩的話可以幫我點一下好友邀請的那個馬喔 因為他最近有好友邀請馬 可以拿到蠻多鑽石的 好 沒有問題 這邊待會直接 4110 我們這邊有加盾牌的飛雷應該就不一樣了吧 GOGOGO 因為前面真的是扛太多傷害了啦 如果這樣的話應該OK 但是我還是蠻怕這個毒鳥的欸 他就是一直都要阻攔飛雷的耍帥空間欸 你知道嗎 哪關都有這個 都有這個毒鳥好不好 每一關無處 無處都是 到處都是 都是我們這個毒鳥 放上這個盾牌之後應該就比較好了好不好 我覺得 這樣子 但是待會那個毒雞鳥出來的話可能就比較麻煩了 哇 飛雷 贏雷 加油喔 贏雷基本上他是一個超耐打的飄浦點坦克 但是剛好遇到那個毒鳥就很沒辦法 幫他擋住一下強貓們 你不幫他打他沒辦法打出大傷害 可以有有有感覺一次踢掉蠻多隻的 有啦有有有有有感覺有感覺 但是感覺他一個要打全部應該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後面有那個毒雞鳥 水水水水 哇 又來了 這關不能這樣打了 這關不能怎樣打了好不好 但我覺得 不知道欸 我感覺陰雷用起來的那種感覺好像 真的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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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好不好 那大家有一些比較推薦陰雷的一個關卡 或是一些配置的話也可以跟著名分享一下 可能我不太會用好不好 我每次都 很容易去把一些很強的那個超級貓貓亂用欸 然後大家就說他明明就他明明就很厲害幹嘛那個 不是像你知道嗎像我們這個 就是EVA這隻EVA這隻的話基本上就就很就很明顯的就是 很適合打我們這個漂浮關卡 但是我感覺陰雷感覺起來那種感覺好像 不到不到那麼的那個頂好欸 不是說那麼的優秀這樣就普通普通 但是可能他也是一隻坦克啊 畢竟他站的位置比較前面好不好 這個也不好說 他高爆其實已經擋下超多的傷害了對不對 這個大家就也不要那麼的 要求 呵呵呵我不知道啦 EVA你幹嘛啊 這點表現空間吧 每次都遇到這個毒雞莫名其妙 要不然就遇到這個小噴噴好不好 但是我跟你講這個EVA這隻好不好 EVA後面這隻真的是 很好用 所以最近的話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那個日版 跟那個EVA的那個合作嘛對不對 所以大家如果那個EVA的那個卡池出了 我覺得這隻的話真的也是可以抽欸 因為他的那個距離啊跟那個效果啊 打挑副敵人我覺得還算是蠻型的 結果今天又變成介紹在別隻角色身上了 贏雷我沒辦法幫你啊 我沒辦法啊 你這樣 哦不行 原本想說要幫他給他一個空間的 結果沒辦法 哇 這邊還是風頭又被別人搶走了 鷹雷你怎麼了 鷹雷我的天啊 黑色本人來打一下好了 我還沒打過黑色本人喔 黑色本人關卡 看一下有沒有黑色部隊 黑色部隊 黑色部隊 最退吧 超級黑色部隊來打一下喔 銀雷的時間馬上就換成別人的時間啦 今天跟大家推薦的是我們的EVA好不好 那隻好像是8號機吧 那隻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至少他有那個 三段的那個限制效果 我覺得打飄蝦蝦人真的是 疾虛他 疾虛他 然後 起源四堂的話我覺得稍微都好像有點難度 像剛剛那個話其實就還蠻有的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也是不能掉以輕輕 黑色這個四堂是我第一次打喔 來看一下黑色四堂裡面藏了什麼鬼東西 好目前來說是我們這黑色敵人跟黑色星星 待會1680的時候 趕快繼續先升一下我們錢包 錢包給他雷積起來應該就ok了 雷起來雷起來繼續雷繼續雷 繼續雷繼續雷 先讓他暫停住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然後把錢包充滿啊 好星星又來了 星星的話感覺又需要再下一批的這個 坦克跟那個炸彈貓了 不然很容易舒適 好 我跟你講啊炸彈貓真的超強的啦好不好 所以大家如果 還沒有拿到炸彈貓的話 真的必須拿一下了好不好 這個 百分之百暫停 新手堪用好不好 老手也是很堪用好不好 用一輩子的 用一輩子的炸彈貓 欸這個 每個月的22號好不好 的2點22分 都可以讓他進化好不好 當初啊我在拿炸彈貓的時候 我還在公司上班 我還特別去跑去廁所去拿炸彈貓你知道嗎 那時候說不行 主管讓我去上一下廁所我要拿炸彈貓 然後主管就說好 讓你上廁所 然後我就去拿到炸彈貓 然後從今以後 我打黑色敵人跟飛天一樣超開心 而且 就讓我們那個經驗關卡就是 就是我們黑色敵人的那個基底的嘛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 有這個炸彈貓打那個經驗關卡都會 稍微比較好打一點點喔 好沒有問題 這邊的話我們的錢包要累積起來了 那待會就把我們的那個 種三國武將系列全部給他叫出來 欸沒有問題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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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先來一隻 進場 欸一起增加我們的暫停機率 然後再來就是用我們的那個 散傷簽信跟我們的那個好不好 跟我們那個誰 那這叫什麼忘記了 伊達正宗 欸跟伊達正宗來破壞我們的暫停 因為他們兩隻會把他擊退好不好 破壞暫停 哈哈哈哈 而且我發現那個伊達正宗好小一隻喔 好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派出我們的那個 降攻擊 欸 那什麼 金川藝元 欸藝元 藝元先生 啊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下面的這隻 武田信泉 好不好 武田信泉 只能打黑色敵人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那個 田田慶世跟 增田信泉了 好這關的話 看起來好像就還好好不好 是我們的這個 黑色的這個帝王 欸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好像也沒有還好喔 這群袋鼠怎麼這麼多 而且我們的那個 暫停陸隊是不是直接被帝王給轟到了 OK吧 打不到我們 OK 增田信尊 闖一波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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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貓 能夠暫停到他的話 我們這關就贏了好不好 應該是贏了好不好 戰國武將 全面出擊 怎麼可能會輸 直接打爆你 那看來這黑色關卡好像稍微比較 簡單一點點 比剛剛那個 漂浮的簡單好不好 漂浮的話有毒機欸 比較機車一點點 這個起源四堂極難 OK沒有問題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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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nice 這沒有打過 好 這邊的話還有強硬的本人 強硬的本人是什麼 看一下 喔鋼鐵的是不是 好我們就用一下 我們之前通關的隊伍 之前怎麼用這套 這套是怎樣 這套為什麼用這套 是不是在亂玩 我是不是在亂玩 我帶MACE群是不是 真的欸 這套的意義是何在 完全不知道我這裡在幹嘛 好不好 抱歉了各位 但是我覺得有七歲歲的話應該 應該是沒問題的喔 哎呦我們還有肉骨獸 跑跑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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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要買會員了啦 我的會員沒了 所以沒辦法用加速了好不好 來來來 這邊七歲歲出 喔來了好快喔 指電好快喔 指電的話應該 待會這個直接來 go go 七歲歲 砍爆他 OK的吧 有人說零很像七歲歲耶 最近在玩忍者必須史 大家說零長得很像七歲歲 我覺得真的也蠻像的 哎呦 這指電看要砍很多下喔 爆 爆爆爆 你看我喜歡七歲歲的原因就是在這邊 他可以一直連續出擊啊 砍兩下我們指電盒馬就爆了 水啦好不好 這關卡喔 基本上喔 這個也是很簡單的喔 你就算一直出也沒有關係 我只要不要派出我們的悲准哥 一切都在我們掌控之中啦好不好 悲准哥就是一個 移動式炸彈好不好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引爆了那個定時炸彈 沒有問題 現在換成七歲歲了 NICE 起源四堂 可以 好 再來是我們的下一個 下一個是我們的這個 紅色本能的頂點喔 這關的話我應該有帶上那個貓飯拳吧 哎呦呦呦呦 好這個應該也是ok 哇 結果我們的破壞者系列銀雷 現在還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發揮空間 沒關係我們之後再找一些地方給他發揮 我想說這個漂浮四堂應該很適合他 就又是毒雞 哎 又是毒雞 還加上其實哲平的那個操控技 就是技巧不是做很高 所以打起來就感覺他好像很爛 但其實應該也是沒有啦 他基本上應該也是很坦的一隻角色 只是他哦就是比較尷尬的點 就是他近距離攻擊的角色 然後 然後他攻擊CG時間 其實攻擊的那個準備動作也是 蠻蠻蠻長的 然後在那個就是 他被弄的時候啊 所以你要攻擊的時候他又被打飛 那就會很虧啊 對啊沒辦法 再來說如果是坦克的話 應該可以打個幾下 然後還不會被打 不會再被打飛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待會直接拍出我們的貓飯拳拍拍啦 拍拍 go go oh my god 是紅色五尾熊啊 應該也是ok的吧我覺得 開開拍拍拍靠你了好不好 靠你了 你才不怕你才不怕破洞對不對 你不怕破洞的啦 你看像拍拍其實就很很很ok嘛 就是他是一個就是比較好的一個坦克 他比較不會被那個打飛或什麼之類的 就真的是蠻坦的 然後他又是那個大傷害 所以很ok 有沒有 這個是比較厲害的那個拍拍 可是如果他能夠 在更強的就是直接把這個五尾熊給打死 那更好 這五尾熊的波動一直來一直來呢哦 哎兩下哎不三下直接死好不好 這是拍拍的威力好不好 那像我們剛剛打那個就是小噴噴 其實好像也是兩下那個銀雷就把他踢死了啊 所以其實也還是不錯 只是他就是太容易死了 剛好遇到那個毒擊的啦 我跟你講那個毒擊鳥一直不讓他表演 我跟你講那都是都是毒擊鳥的錯 他們兩個可能有什麼 什麼生仇大恨吧 那我也不知道 每次要打漂浮都有毒擊鳥好不好 畢竟毒擊鳥好像是漂浮目前的那個 最麻煩的一個敵人吧 目前砍居起來哦 因為他會那個讓你消%數 那些就是八戒啊 或是我們龍攻獸啊都會變得不管用哦 好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的那個 EVA啦 八號機啦 EVA最推薦的角色 我覺得EVA目前來說 每一隻機甲真的都很不錯好不好 所以大大話真的是 可以先存一波罐頭了好不好 到時候我覺得那個EVA應該 也快要來台版了 今天不是要介紹銀雷的嗎 好啦沒關係下次再介紹哦 好那我們繼續往右這邊啊 大家如果有一些關於我們銀雷 一些使用上的一些方法 或是有一些推薦他打的關卡 也可以先留言告訴哲平 幫銀雷來平反一下好不好 那我是曲名財 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 掰掰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